刚洗完脸 现在吃个粥 然后就出去面试 那个保安形象缸 也不是说面试吧 就是先过去了解一下 大概的情况 晚着晚粥就出发了 我还出去了哦 祝我成功啊 哈哈 好了 现在我要开上 我的小电车出发了 现在我已经到了 然后前面找了一号 一阵子都不知道在哪里 打个电话给他 忘记消息 形象缸不会就是这种吧 看起来衣服还是蛮漂亮的哦 还戴个白手套啊 刚打了个电话的公司 在那边 现在过去吧 风好大呀 好了好了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我要进去了 出来再见 我已经进去了解了一下情况 他说我身体 前下还是不错 也蛮符合最后赶快的气质的 但是就是 他说我身高可能 不大标 要1米75以上了 因为是形象缸嘛 他说因为是形象缸嘛 人家的第一印象 就会看见你 所以说 要选一些高大威猛的 没办法 我身高不打标 去 不要就不要了 唉回家回家 什么时候长到矮 也是一种错了 再说了 我也不是很矮啊 回家回家 度过这里的时候 还看见有人在卖狗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自己就很喜欢狗 但是我连自己都养不起 鸡 那是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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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小猫咪 这是什么 这是荷兰猪啊 荷兰猪 你看这里有好多狗狗 嘿嘿嘿 小狗狗 我走过的地方 只剩下十年的爱 看到这些狗狗 从小并失去的自由 被困着牢笼之中 等待着被人们的选择 不禁感慨万分 那他们这无辜可怜的眼神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可能想妈妈了 也可能想在这大地上 敬天的玩耍 但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这个牢笼之中 等待着被选择 他们也曾吼叫反抗 但是都不足以改变这一切 其实我们何尝不也一样呢 我们自身于这个社会中 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选择 看似自由的我们 其实却处处有枷锁 处处身不由己 爱知不可呼咒得 脱衣响与悲风